大家好 我是廖洪 我是新一建的全国人大代表 目前呢 我还在为全国两会做准备 因为就是中央一号文件下来了嘛 而我本来就是做农业科技研究的 所以我的重点还是关于 这个农业科技在乡村振兴方面的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思考 因为我一直做的是植物营养学 所以我在两会的时候要更加的富裕 大家在注意种业的同时 两种还需要量法 那我们现在就是考虑一下 怎么样把我们的品种 让它更好地种出来 既能帮助老百姓增收 那我们也要维护我们的环境健康 从事科学研究快三十年了 我最关注的就是农业科技 当时总数据对我们创建的 在茶树间套做大豆和油菜的做法 表示肯定 还叮嘱大家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 总是具的嘱托让我为之振奋 这两年如何让科技助力相称振兴 也成为我思考最多的问题 更多的时间花在田野地头 然后把这个论文真正地往大地上写 我们的学生可能知道 这两年我就出差越来越多了 在实验时代的时间越来越短 入京福建省生态茶园面积累计超过三万亩 也为各地农民带去实实在在的收益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国家对农业的重视 让我备受鼓舞 也令我更有干净 将科学技术送到农民的手中 我将倍加珍惜 整到代表这一身份 以强农新农为己任 在田野大地上接取奋斗 让更多的科研成果落地生根